長達30公分的鋼筋硬生生插進眼睛裡 斷層掃描照片觸目驚心 高雄一名建築工人 因為在工地不小心滑倒 鋼筋插入右眼陷入昏迷 因為直接抽煙去之後 造成腦部很大的損傷 那有很大片的腦出血 緊急送醫也嚇壞醫生 因為30公分的鋼筋幾乎貫穿腦部 從工人右眼穿進大腦 再穿越額葉和念葉 最後鋼筋卡在後腦勺 腦部嚴重出血經過三次手術 取出腦內血塊工人 鬼門關前撿回一命 大概10%到50%的存活率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病人 當下大概都已經死亡 穿腦幸存留住性命的還有這一位 劉邦友命案的前議員鄧文成 1996年子彈穿腦 穿過鵝葉 捏葉和鼎葉 入境幾乎和工人的一致 也成了命案唯一幸存者 因為他是子彈商 所以兩者的傷害可能還是會稍微不一樣 子彈的受傷應該還是會比較嚴重 鄧文成雖然活命 但鬧部受傷傳出患有食語症 而工人雖然也撿回一命 但右眼看不見 身體左邊癱瘓 住院快要兩個月 現在出院了 開啟不見之路 工人的妻子說 雖然辛苦 但還好先生 還在身邊 這鄧民 黃世芸 高雄報道 如果你想要輕鬆 擁有五星級的享受呢 買這個就對了 因為它可以拌麵 拌飯 然後呢 你燙青菜加一條這個 或者是吃火鍋加上一條 都能夠增添你湯頭的風味 好 現在哪裡購買呢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ode 來掃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購買